在我的印象里 华为的高端笔记本往往都是以屏幕 做工 生态等方面为亮点 但是很少把性能放在特别高的位置 而这次推出的新品不同 它的名字里带着GT 显眼的出风口和高亮的logo灯都表明了它是一台性能项的笔电 而且这次我还拿到了和它一起上市的显卡物 它们的表现究竟怎么样 下面就来看看吧 先来看一下详细配置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Ultra 9 185H处理器 6个P核加上8个E核加上2个LPE核 没有独显 内存是双通到32GB的容量 硬盘容量为2TB 屏幕的规格很高 14.2英寸 2880×1920分辨率 100p3色域的OLED触屏 刷新率为144Hz 价格方面它有4个配置 个人认为Ultra 5的两个低配版本价格还可以 而我这台顶配版就比较贵了 要10999元 下面来看一下外观 MateBook GT14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 和以往的MateBook系列有很大变化 机身是全金属材质CNC工艺 这次尾部出风口不再隐藏 改成了直出式 预计会对提升散热有帮助 A面的logo这次可以点亮了 辨识度更高 不用时也可以关掉 依旧能够保持镜面的光泽 转轴是这台机器变化最大的地方 它采用了力士转轴 官方名称叫星际转轴 打开时会将屏幕抬高几毫米 相比主流轻帽本采用的下层式转轴 好处是不会有热风吹屏幕的问题 同时解放了尾部的空间 可以塞进更多的接口和更大的散热模组 而牺牲的地方则在于 盒盖时A面多了一道缝隙 一体性变差了 屏幕为四面窄边框 圆角设计 采用的是无网格的触屏 观感不错 最大开壳角度约125度 实测数据方面 这块面板来自合辉光电 实测色域覆盖几乎可以把三个常用色域全部盖满 非常强 在色彩管理方面 这台电脑支持色域切换 在每个色域下都有对应的校色文件 三个色域下的平均DeltaE都不到1 最大的DeltaE不到3 表现良好 除了预设的常用色域之外 它还支持更高阶的自定义模式 可以自己设定色域 白点 甚至是SDR的转换函数 特别硬核的色彩相关工作者可能会用得上 亮度方面 它完美继承了MateBook X Pro的高亮度基因 默认最高583nit HDR下可以达到1036nit 都赶上miniLED了 屏幕是4320Hz的高频PW调光 对人眼比较友好 总的来说 MateBook GT14的屏幕表现非常优秀 它的色域非常广 还有完善的色彩管理 亮度在OLED屏幕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它还是相对少见的3比2比例 可以显示更多的纵向内容 对于生产利用户来说比较实用 然后来到C面 开机指纹2和1按键位于右上角 键盘依旧是华为的经典风格 键程比较长 按压和回弹手感不错 触控板的面积略小 体验还算可以 最后简单看一下地面 背部做了密密麻麻的点状进风口 下面还有一个GT的印字 可以看出这台电脑的设计风格 确实和以往的MateBook不一样 以前是偏商务精致风 这次明显是要往性能实力的方向靠拢 三位方面实测厚15.6-18.8mm 机身重1.51kg 在14英寸的轻毛本领属于偏厚重的 原装电源则是238g的C口淡化加适配器 值得一提的是这台电脑支持双口充电 就比如在原装适配器的基础上 可以再插一个60W的适配器 达到最高150W的充电功率 需要快速补能的时候应该有用 接口方面 左侧是两个C口 其中一个是雷电4 还有一个是3.5mm的耳麦接口 机身后侧是两个USB-A和HDMI 右侧还有一个SD读卡器 得益于新的转轴和出风口的设计 它可以在机身后侧也放下三个接口 这个接口规格应对大部分情况应该都够用了 下面来看一下性能表现 它采用的是Ultra 9 185H处理器 单核性能方面 R23单线程1818分 比我们数据库里的基准低了100分左右 暂时没有找到分数低的原因 跑分过程中 CPU频率 温度都是正常的 多核方面跑一遍R23循环 第一轮能够达到19330分 之后稍微下降 维持在18400分左右 这在14英寸的轻薄本里算是很高的成绩了 相比极致轻薄取向的MateBook X Pro 这台电脑明显更倾向于性能 跑分时 第一轮CPU功耗最高能够达到115W 回落到80W出头 之后都是先跑到94W左右 然后回落到75W的平台上 而温度则是一直维持在101度 这个性能释放水平 在同尺寸的轻薄本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都赶上很多16英寸的大屏轻薄本了 那GPU方面 奥刷9185H搭配的是128EU的ARK核显 最大频率2.35GHz 实测3DMark Time Spy 3779分 FNCE 4434分 Superposition教室 2252分 从理论上来说 6400MHz的内存频率会影响核显性能的发挥 不过从实测来看 这台电脑和7467MHz的内存机型相差并不大 比之前测试过的MateBook X Pro倒是强了不少 明镜与封面团队 明镜与封面团队 没有你对待的 明镜与封面团队 能超来准备 注意到这么 fine 能够对待也来说 不是 我 明镜与尾 合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属于网游可以玩大型单机非常勉强的水平 至于连接显卡屋的表现 这里我们采用了损耗较低的外接显示器进行测试 在1080P分辨率最高画质下 显卡屋的表现不佳 除了古墓丽影能够跑到1030帧以外 其他的游戏帧数都不高 像地平线5、战锤3和加元3还在30帧左右徘徊 而地铁benchmark则是只有1-2帧 基本无法运行 估计是游戏bug 相比Ultra 9加4060的全能本 不同游戏的帧数低了30%到60% 再来看一下高帧率的网游部分 1080P最低画质 Matebook加上显卡屋的组合 在CS2、最终幻想14、COD20中 都能跑到100帧以上 基本可玩 不过在APEX中会出现间歇性卡顿的问题 所以尽管平均帧达到了84% 可用性能也不高 与4060机型比较的话依旧是全方位落后 其实从前面跑分的结果来看 这张RX7600MXT的理论性能和4060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造成游戏帧数低的原因 我推测主要有两点 一是雷电4转接这个方案 数据带宽还是太低了 对于游戏这种带宽敏感性应用 显卡的性能发挥不出来 另外就是A卡 尤其是移动段的A卡还是太小众了 很多游戏并没有给它做优化 再来看一下Adobe软件的成绩 实测PS可以跑到945分 PR3999分 PS比其他的Ultra 9全能本低一些 可能是由于前面所说的CPU单核性能略低的缘故 而PR就差的很多了 只有4060机型的一半左右 目前PR对于A卡的优化程度还是远不及N卡的 对于内容创作场景来说 目前还是选择N卡的拓展屋更合适一些 总体来看 这个显卡屋确实能够提升这台电脑的图形性能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 实际使用体验明显不如搭载4060的全能本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MateBook GT14 当成一台CPU性能相对比较强的核显轻毛本来看待 硬要在它上面跑那些刚需独显的程序不太合适 除了常规的应用之外 华为也给这台电脑搭载了许多AI辅助的功能 就拿智慧搜索举例 可以从电脑管架里找到 也可以按下Ctrl加Alt加Q快捷键调出 它能按照关键词搜索本地相关的文件 比Windows自带的搜索快得多 而且可以直接定位到Word文档的内部 在历史资料较多的时候很有用 免去了一个个打开查看的麻烦 然后还有AI记要和AI字幕 既可以把已有的音频转化成文字 方便记录 转文字的时候还可以用AI概要功能 一键总结会议内容比较方便 而AI字幕则可以用来在看视频的时候 实时生成字幕 同时这是音译中 日译中 含义中三种外语 Ctrl的时候也可以用得到 此外它还集成了很多第三方的AI应用 像文心一言 讯飞心火 AIPPT AI绘图等等 在工作中或多或少能派上用场 下面进入拆机环节 这台电脑拆机不难 线下底面螺丝即可加开后盖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电池是反着装的 所以会多一根横跨电池的排线 电池容量是70W 有关续航 硬盘 内存的实测 我们做的表格大家可以暂停查看 散热部分 它采用了双热管双风扇的牛角型散热模组 下面用烤机来实测一下效果 适用25度 单烤FPU CPU封装功耗维持在75W 96度 P核3.7-4.1GHz E核3.1-3.2GHz 显卡5我们也顺带测试了一下 单烤FPU 显卡88度 撞温度强 不能一直维持在120W 最终稳定在104W左右 频率2016MHz 表明温度方面 高温集中在键盘中央靠上的区域 最热的键帽46.8度 热感明显 背面中央也有一块高温区 噪音方面 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是50.3分贝 在轻薄本中是偏高的水平 显卡屋则是60.7分贝 而且考虑到它的线材不是很长 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放在远处使用 总的来说 MateBook GT14的散热很强 它的CPU单烤能够维持在75W 这确实是4英寸轻薄本中 最强一档的成绩了 新的散热设计发挥了作用 不过它的表面温度和噪音也比较高 属于为性能释放做出了牺牲 而显卡屋的表现则不太理想 它的散热能力因为体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核心温度很高 不能维持在120W影响使用体验 好了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于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了三条一圈点供各位参考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其实这台电脑在上市前的各种传闻很多 比如什么华为首款高性能游戏本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纠正一下 如果仅就CPU性能释放来说 那MateBook GT14确实可以说是 Sinsun核显机型里最强的那一道 但是它没有独显 也并不适合玩游戏 作为一台以CPU性能为主打的轻包本 我觉得它的整体表现还是可以的 在CPU和屏幕上的长版很长 而短版则是没有那么短 至于这个显卡屋 用外接显卡来搞定图形性能 同时兼顾变写性的思路是好的 但这个产品实际用起来的体验 实在是不太行 距离真正实用 还需要很多的优化升级才可以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 不妨按个长按点赞 一键再来支持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 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卖本性的 暴露点灯小白 这里是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咱们下期视频AD